Diploma是我自己选择的 简单来说呢就是 我选择修音乐相关的专业的课程 和我的这个主修它required的课程 那以我自己的情况 就是Diploma和Bachelors degree 他们的分别就是文化课的部分 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时间很宝贵 我有自己的对于学习的生活的一些规划 当然还有我的事业的规划 其实就这么简单 欧阳娜娜日前开心参加 美国知名伯克利音乐学院B点 但却有网友发现 毕业典礼上欧阳娜娜拿的 并非学士学位而是专业文凭 质疑她六年才拿到文凭 才女人设翻车 对此人在美国的欧阳娜娜 也亲上活线做出解释 我刚起床 然后看到自己上热搜 我就想说来拍一个小视频 昨天我就看到有些人在讨论 这个Diploma这个事情 然后想说我自己来跟大家解答 因为有大部分人好像一直都很好奇 或者是说很在意我上学的情况 就我的学历啊 我的成绩 就感觉某一部分人好像比我自己还要在意 那当然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义务说 要跟大家解释自己的情况 毕竟这是我的生活嘛 但我也理解就是大家的讨论和猜测呢 也都是大家自己的自由 但主要我还是想要给我自己的粉丝和关心我的人 分享一下我的情况和想法 那首先呢Diploma是我自己选择的 简单来说呢 就是我选择修音乐相关的专业的课程 和我的这个主修它required的课程 那以我自己的情况 就是Diploma和Bachelor Degree 他们的分别就是文化课的部分 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对于我而言 我觉得时间很宝贵 我有自己的 对于学习的生活的一些规划 当然还有我的事业的规划 其实就这么简单 因为我看到了很多其他的猜测 比如说是因为什么成绩不好呀 上课时长不够 论文不及格 拿不到Bachelor Degree等等 其实都不是正确的版本 当然还有网友比较夸大几次说 我六年就拿了一个Diploma 首先我觉得上学本身就是需要用心花时间 然后我中间gap了三年 在这三年以外 从18年到现在的每一个学期 我觉得我对我的上学的这个生活 我觉得我都是有用心 且有花时间的 因为我觉得上学本身 除了学习以外 对我而言更大的一个利益 也是生活本身 就是我的上学的校园生活 我换一个角度来说 我并不觉得说如果有人花了六年拿Diploma 你就应该觉得笔试或者是不认同 然后以我自己的情况来说 我也并不是说花了在学校花了六年 然后拿了Diploma 而是中间gap了三年 那我在选择gap的这三年 我也做了很多 我觉得对于我人生而言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比如说做专辑啊 上综艺节目 办自己人生当中 应该也不是说为数不多 应该是说 有机会去办这样子的展览 去让我的音乐被视觉化 等等等等 我觉得我做了很多 值得自己觉得 有意义且精彩的事情 那这是我的选择嘛 所以我比我同年龄的朋友 可能晚一些时间毕业 这件事情我并不感到羞耻 同时我也想鼓励那些 可能也gap了的同学 你不要紧张说 好像身边的朋友 身边的同学好像都毕业了 不用羞耻 就是你自己在选择 那我也有看到网友说 就是觉得自己不平衡 因为自己留学 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写论文啊 等等等 很辛苦 那我也想跟这位姐妹说 就如果她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就是不要不平衡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 自己人生的解责 那我也有我的选择 但你为自己付出的 所有所有的努力都会是自己的收获 和别人是不能相比 也是 我觉得也是别人拿不走的 反正情况大概是这样 然后我想说的就是 我一直也很感恩 就是我有机会可以选择 选择我自己的道路 那同时 我觉得我也得到了学校 和老师也好 校长 他们很多的支持 我在这个学期结束之前 跟校长进行过两次比较深度的谈话 然后我们也聊到了就是 未来和学校继续合作的一些方向 包括我自己的奖学金 如何继续帮助 就是需要帮助的一些学生 然后还有未来和学校 更多方面的深度的合作 是可以帮助到国际学生 他们对于学校的问题 对于未来的疑问 或者是对于音乐上面 有任何的学校都希望 我们可以做一些特别的演讲 或者是一些 会在学校办的一些音乐会 可以给到他们一些鼓励等等 我自己也非常期待 未来和学校继续的合作 那这个小小视频 现在也差不多 快六分钟了 除了分享给我自己的粉丝以外 我也想要鼓励那一些 正在为了自己的未来 自己的梦想 自己的生活努力的朋友 我觉得 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编剧 自己的人生 自己选择想要成为谁 想要成为怎么样自己 就是一切听从自己吧 就是你说了算 你想要走的是山路也好 还是滑路 我觉得都取决于你自己 就不要害怕 然后对于我而言呢 我走在我自己这条路上 不愧对自己 然后不伤害别人 就没有什么错 还是可以勇敢的大步的往前走 对 大概就这样子 我感谢大家的关心 然后我也想对我的粉丝说 你们辛苦了 好啦 那我要 我要继续睡了 对 今天准备 搬家 然后 其余的 剩余的 应该说其余剩余的 校园的 日常 就在Vlog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